生意好不好 排走 那因为他们很可怜 他不了解究竟解脱的方法 但是我们大家 善男子善女人 有这个福报 听闻佛法 而且愿意修行 这个是最好的 其他的呢 可以忍受 这个叫堪忍的世界 所以众生忍 本来众生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 法忍 天气好天气不好 生病这个也没办法 最主要是要 地查法忍 产生无声法忍 这是按照真相 去了解这个法的变化无常 而能够接受 接受到后来 终于不会起心动念 一念不生 无声法忍 无声就无灭 无声就无死 那就离开痛苦 但是没有 这个世间的变化 无常 那你就不会了解真相 所以真相是 不要再把快乐 建立在外在的世界 跟别人身上 福州中 你也讲 不要执着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执着什么 师傅来参加八观再结 希望我的儿子 好好找到工作 你还放一个执着在那边 所以我希望我的孙子 病赶快好 这是会让你痛苦的 这个叫没有出离心 所以现在你的孙子生病了 阿嬷带你去守八观再结 要么早一点出家 要么早一点往生净土 你感冒好起来 下回还不是感冒 等你感冒完了以后 长大 结了婚 然后呢 你生下了 儿子又感冒 等你老了 你孙子跟阿嬷一样 孙子又感冒 这个世界没有不感冒的 没有不生病的 那你要把这个道理 分析得很清楚 而放在你的心里 这个叫 念一下 正之见 佛教要告诉我们 就要有这个正见 不要无明 要相信因果轮回善恶果报 要相信所有的苦 来自于我们的无明妄想 贪爱执着造的业 那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 那个要把这个用在 你对待世界 待人接物这上面 你要用这个法 所以一波罗波罗蜜多故 你就可以心无挂碍 如果你脱离了空性的观想 了解 那你又被他抓住了 就像一个男人 结婚了 他本来女朋友很多 他结婚了 老婆怀孕了 生小孩了 每天照顾小孩 请问这个男人 还会不会去看外面 漂亮的女人 会不会 不会他不正常 要了解吗 不会他不正常 他不是人 但是他就要忍了 不行 我结婚了 而且他替我怀孕 生小孩了 我不应该对不起他 因为如果对不起他 他就会哭 离婚 他小孩谁照顾 他爸爸妈妈 我爸妈妈也会伤心 你要想好 所以控制起来 不要有这个外遇的心态 那也有智慧 原来那就是我的我值 当初我的贪爱 执着 所以我现在利用他来修行 那各位要 这个叫会修行的人 也就是会修行的人 叫什么来 自安慰 对你要用佛法 就像你要吃药 来净化自己 妄想执着 所以自安慰 也要安慰别人 所以我现在在讲心经 心经要怎么用 每天你都在念心经 那你要有这种 智慧的心态 去看待所有的一切 六根 六成 六界 所以如何去看到他 不要被误会 就像一个人 他说要出去 明明有玻璃 有玻璃 再弹回来 我没有看到玻璃 那你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去结婚 你去赚钱 你去追求 会不会撞到玻璃 明明有玻璃 只是因为你没看见 那我这样讲 各位你这样养成这个习惯 我发现很多人养不成 师父有道理 有道理跟你也没关系 所以持戒布施 是让你有福报 最主要我们能够多闻 而闻师修产生智慧 你才能够离苦 也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今天我们传八观这些 比较忙 因为这是一个法会 但是各位平常 六载日 我自己每天早上就要思维 我今天起床了 我的目的在哪里 碰到事情要决定的时候 你要把佛法拉过来 就像戴个眼镜 老花眼看清楚才去做 看清楚 所以你要调整 每一个因缘 碰到一个事情 用法印 用佛法的相应法 人天福报的 解脱道的 菩萨道的 菩提心 波罗蜜 这是我的主要 以这个去对这个事情 不要 有一个女孩子 得癌症很痛苦 她的原因就是爱生气 当然我们也跟她讲 你不要生气 癌细胞就不会扩散 不会那么痛苦 找死 好不好 好 但是碰到境界了 骂完再说 因为她那个习惯性 她就是生气 临死也要生气 这样你听得懂吗 现在的凡夫 就是临死 她也要贪质 她执着 很痛苦 所以不关心自己的生死 那你也不会去关心 别人的生死 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是苦的 不圆满 所以各位要养成这个习惯 就像我在跟各位讲 你要很专心听 不要在那边想东想西 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就好了 你要很专心 每一个字都不能漏掉了 进入你的耳根 进入你的老师 然后去想 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 文以后思维 那你觉得很好 你要用 如果你小时候读书 就没有这个习惯 你现在读佛经 也不会有这个习惯 那你更要很认真 没有认真的人 不专心的人 佛法对他们用 他是来参加参加 不错不错 交点钱拍个照 回去OK 佛法对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叫门外汉 他不了解 佛法是什么 就像一个法师坐在台上 穿着红组衣 穿着黄海青 不见得他有佛法 各位要了解 但是就怕人家不知道 所以他要黄色的代表 剥了智慧 红色的代表 大悲 你朴富众生 合起来才能够圆满菩提心 自己也要告诉我 穿这件在干嘛 就像各位 有些菩萨穿个海青 不错 看到他喜欢的男人女人 眼睛就飘一下 那你穿那件干嘛 各位人家都会看的 你要有惭愧心 特别女孩子 眼睛看在地上 好不好 你去缅甸走一走 缅甸女孩子怎么修行 因为你穿着这个 要有惭愧心 要来慈戒 要来修行 所以当然了 有些女生也很聪明 眼睛是看地上 心里是想着你的 这叫爱家给世理 就是这样 那你就算没看你的脸 脸型也知道 就像一个人要被杀了 他不敢讲 他那个脸 不要杀我 因为你的心态 会显现在你的外表 那这就是我们 可以修行的地方 你知道我有这个问题 我有男女的问题 我有欲望的问题 我有生气的问题 我有比较的问题 就像你现在坐前面 那一共说 对不起 对不起 请坐后面 那这样 我本来不是坐前面吗 我怎么叫我去坐后面 那你心你就 起心动 那个叫修行 修行就是你 面对到境界 你如何安住你的心 那个时候你觉得 原来我没资格坐前面 因为我会起心动 我会有一个骄傲 为什么要换我 所以我师父说 你要东 偏叫你西 你要西 我偏叫你东 那我师兄 师父为什么要这样 不然我怎么叫师父 师父就调整你 你叫我师父干嘛 你叫我师父 我不调整你 我堕落地域 今天这个人得癌症了 我不医他 那我失去了医生的责任 只是他用什么方法给你讲 有时候用柔软的给你点 有时候用一针见血的跟你说 所以各位一定要 跪着跟佛菩萨求 打醒我 扎醒我 不然呢 白来了 白修了 所以以后你要跟佛菩萨 说佛菩萨你要陷在镜子里面 当我在那边照着镜子在梳头 你等我马上看到魔鬼 啊 镜子破掉 你还输什么输 看什么看 明明里面是魔鬼 看什么 漂亮看嘛 诱惑男人 这是一个不正的心态 所以各位要 把关灾界 事实上 它符合了三个修行 也符合了 我们所有修行的人的所求 有三种快乐 第一个来 献法乐 献法就是现在 现在的快乐 轮回的快乐 因为做人来世做皇帝 升天 这辈子少病苦 没有意外死亡 等等等等 世界满院 八幻灾界 可以得到献法的快乐 第二种 来 解脱的快乐 八幻灾界 不能有男女的欲望 不能化妆 不能贪欲 过物不食 等等 我们可以种下解脱的因 而且今天各位就享受了解脱的快乐 好不好 不过你还讲好 明天早上说 我不要解脱了 我要舍戒 我咬起暗门 那叫上根不够 所以我这个人 我还有一点素质的福报 我第一次守报万载节 一听完 我就决定守一年 然后就出家 就一辈子了 因为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你那边听 法师在那边说 解脱生死的重要 为什么要守这几条 那我已经决定了 但是各位 已经决定不能改变 但是你要尽力 因为我已经听到了 所以我想 我们要做那种敏感度 乃至有决性的人 所以要让自己 既然是宪法已经快乐了 然后解脱的快乐更重要 因为现在六道轮回 所有的享受都是变化无常 对不对 请问 守报万载节功德大 还是玉皇大帝功德大 那当然 玉皇大帝说 守报万载节功德跟我一样 以后做玉皇大帝 佛陀就骂他乱供 乱讲 玉皇大帝不过是世间的福报 把万载节可以解脱呢 你玉皇大帝可以解脱吗 福报想完还不是堕落呢 所以各位已经听到了 听到了 要不要里头啊 心里 开始哭 拍名哦 现在还不行 还贷款 所以不是贷款 贷感情哦 还没有 贷款还加上贷感情 哇 你拍名了 但是各位 贷款也好 贷感情也好 都是虚幻的 只是你认为有 他就抓住 你要认为没有 台湾话有这句话 要出家头梯梯 跟他讲 不用再想 没有别的方法 你要想 想不完 但是出家不是人人有资格 出家你知见不正确 业障很重 你不能出家的 就像我们这边八观再见 有人在这边乱火乱叫